我喜歡暖暖的陽光 是環境 規標上的風 你的味道和你的美麗 is in the sun 我的肩膀 我的心已經 就到了 要等到旅遊 為了你我為你 見了我的眼的眼 為了你我為你 講你講聽的歌 MM non nol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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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了你我為你接受一點的力球 爲了你我為你受痛苦的 DC 爲了體育的當著 Blue start with sugar dancingbook 上片到過急 这像冬山的酒口里 当你想以为了在耳边就会感到 白小欢喜 我的心已经就到了 要等到你啊 围绕你我为你去 丢我的脸的眼 围绕你我为你 唱一张天的高 围绕你我为你去 丢我的脸的眼 围绕你我为你 唱一张天的高 围绕你我为你去 围绕你的影仇 围绕你我为你 唱一张球 围绕你我为你 唱一张高的游离 作曲 李宗盛 这个是葱 香菇 碍一只鸡 这是竹笋 怎么长得这个样子 这怎么弄啊 多多 你不是在工作吗 做饭的事情我来 你去忙吧 看看我们大厨师做什么呢 你是来取笑我的吧 好了好了 快出去吧 不出去 我就不出去 我就喜欢在这看着你 这个是不是竹笋啊 你做的那个菜 简直是太难了 我也不会 我们一起研究好不好 好 走吧 咱们上什么是 香菇十二朵 笋十二片 水六杯 好 来 我们洗碗 先煎水 好 来 老婆 你想什么呢 一整天了 心神不宁的 吃饱了 菜都凉了 菜凉了 菜凉了 你说你心怎么那么大呀 我能想什么呀 我还不是想你那宝贝女儿 现在在干什么呢 吃饱了没有啊 我知道 你看 你就是想破的头 又有什么用啊 不知道 都那么大了 用不着咱们那么操心 是不是啊 不行 我得给她打电话 我得问问她 等等等等 坐这儿 你说啊 别把姑娘盯得那么急 你看她身在一国他乡 又有她自己的事业 你说你老这磨磨叽叽的 对她有什么好处啊 我怎么叫磨叽了 你说她一个人在新加坡 人生地不熟的 我这个当亲人的 关怀一下怎么了 你怎么想问题那么歪啊 谁想问题歪了 你听我劝一句好不好 咱们姑娘现在 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也该脱离你的监管了 是吧 要我说呀 她这次去新加坡 挺好的 咱们女儿就缺这一刻 什么 缺哪一刻呀 脱离父母这一刻 去你的 多的是我女儿 她为什么要脱离我呀 不告诉你啊 老前 你少在那散步歪里学说 叫你说的 我心里越来越难受了 吃了 我吃不下 老后 老实说 老实说 是 喂 妈 菲儿 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 妈 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都已经成年了 独立生活也是应该的 是 菲儿 你长大了 一句话要走 就连这个家就不回了 你也不想象 我跟你爸爸有多担心 你为了这个钱多多 你真的就不要你这个妈了 妈 你听我说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处处针对多多 你冷静一下行不行 冷静 我连儿子都没了 我还能冷静吗 妈 你别这样 你这样我也很难过 妈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吵了 大家都冷静一下行不行 先这样吧 再见 我都听到了 多多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 回家去吧 跟她好好聊聊 你的意思 是要把我赶回家吗 不管怎么说 她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妈妈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她误会我们 我相信 有一天我们的爱 会感动她的 许非在心中再一次承认 钱多多比自己成熟懂事 她也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多多是个好女人好老婆 她不能失去的 你何苦叫我逼孩子 你家有意义吗 我逼她 是她逼我还是我逼她 是钱多多把我们家弄到这个地步的 这些年你说 我哪欠了我方方 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跟我抢丈夫 现在 她的女儿又来抢我的儿子 你可别胡说啊 我跟你结婚到现在 你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可是你心里一直藏着她 你们结婚这事不可领遇 妈 回来了 林生 你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妈怎么弄这一人 我本来我不想说 我实在是憋不住 她是不是想钱想风呢 到底怎么了 妈 我跟牛正深已经离婚了 我要不要财产是我的事情 我要尊严 我不要钱 妈干吗跑去找牛正深 问她要钱 说那财产是我应得的 你知道今天牛正深 见到我怎么跟我说吗 韩依依 你是不是过不下去了 你还要家里接不开锅 你回来找我呀 我接着养过你 我跟人家已经离婚了 我干吗还让人来羞辱我呀 依依 你先闹静我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这件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好吗 千万不要脑大了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明深哪 明深 快快快 还挺沉的 你找他去了 这奶茶还是那小子送的呢 我就不相信 我收拾不了他牛正深 何姨啊 我把你坐下 我想跟你聊聊 这这我还没洗手呢 何姨啊 求你坐一下 我想跟你聊聊 说吧 我说过多少次了 她的钱跟咱们家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干吗要去找她 那我是为了谁啊 义她去了不是钱 是尊严 这尊严比钱更重要 你懂吗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到现在你们还为面子活着呀 再说了 这也是她应该得的 这在法律上 她是受保护的 这家法律强识 你们都没有吗 每个人需要是不一样的 别再下掺和了 别再把我的生活搅乱了 行吗我求你了 我就得掺和 而且掺和定了 这一点谁也拦不住我 回家 这啥呀 你孩子怎么从眼不进呢 啊 你得让我跟你说多少遍呀 啊 这得奖 还想当凤凰啊 谁想当凤凰啊 我才不乐意当凤凰呢 我就乐意做个丑小鸭 咋的 我做丑小鸭 你还敢鸭子上架呀 你想逼死我是咋的 我逼着你 你还跟那种人混在一起呢 我要不逼你 这不得了跟我闯出啥祸呢 媛媛啊 是谁哭着喊着 非要来北京闯天下的 是谁非要 要跟钱多多一样的 干一番大事业呀 不都是你吗 可瞅瞅你现在咋样啊 啊 一天到晚的 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啊 我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了 你说你跟啥人混在一起啊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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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学哥 我是什么人呐 我是好人呐 伯母 对 妈 金水哥好人 别给我叫伯母 老大不小的了 也不照着镜子 瞅瞅你自己的熊样 一大把年纪了 天天拉着我闺女 你按你啥去呢 妈 你干啥呀 我跟你说 人家金水哥那是正经人 妈 我跟你说 人家金水哥又会做饭 人家又好 说白了吗 跟你是一个公众的 你咋横跳出销 你咋横跳不上人家呢 别别别别 别因为我伤了你们俩人的和气 好吧 伯母 您别啊 阿姨 您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但是我有理想 有抱负 正像那个歌词当中唱的那样 那个那个 那个 飞机快雨滴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对吧 对对对 唱得好 对对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了不起 对对 我瞅出来了 啊 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我告诉你 我们圆圆早就有对象了 是大公司大总监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死了就挑衅吧你 合着您是怕我把他乖跑了啊 不是 这关系你没跟阿姨说清楚 我们俩的关系那可不一般 行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深着呢 嗯 是 你们俩有关系啦 我说你这死样子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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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 老婆跟你说 啥人家伙子 不跑啊 不不不 你回来就走啊 怎么这 怎么这 男的家伙子接我 咱们电话 你别走啊 来什么啦 这谁的 对不起 你说我一句话 对不起 我该瞅你发脾气 这脾气你应该发 我真的挺后悔的 干嘛还嫁给他当初 很多事情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 不过生活还得继续下去的吗 明珊 你说将来我们会分开 会离婚吗 傻丫头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那她离婚也会有关系吗 我就是担心 妈要知道我身体上有困难 我不知道怎么办 有才你什么都不能帮你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 永远都别离开我 永远都不要 我答应我 我答应我 爸 妈 儿子 你回来了 回来了好 来来来来来 吃饭吃饭 怎么样 在外边过得好吗 还习惯吗 习惯什么呀 你看看都瘦了 儿子 你就听妈的搬回来住 我在韩国也是一个人住 早就已经习惯了 可你这是在北京啊 你看看这么大的屋子 你还要一个人出去住 我为什么要搬出去 妈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飞儿 你和钱多多的事 我还要跟你好好地谈一谈 妈妈 你怎么又来了 要不是多多劝我 这次我都不会回来 什么 我儿子回自己的家 还要别的女人劝 老许 你听听 这话像话吗 我觉得多多很好啊 她有这样的心 说明她心里有老人 她心里有你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我高兴得起来吗 飞儿 钱多多的事 我真的要跟你好好谈一谈 我不同意你跟她在一起 是有很多原因的 她都三十了 比你大那么多 而且一心不在事业上 你们不合适 一个家庭啊 需要两个人支撑 一个人忙事业 一个人就得关心家庭 她那样 她能照顾好你吗 妈 我并不需要多多来照顾我 你说得轻巧 到时候等你出差回家 你发现一屋子倾锅冷灶 你心里会好受吗 好不容易休息 她又要加班 你说 你会怎么想 这些事情 孩子们自己会克服的 说得容易 你们男人啊 就会用嘴上说 等真的出事了 就会做甩手掌柜 家里的事才不会管呢 你管了 这些人家里 你管多少啊 我在说孩子的事呢 你差什么话题啊 你们不要再吵了 妈妈 我是一定要跟多多在一起的 就算有再大的困难 我们俩也会一起解决 我只是希望 总有一天你能够接受她 她是吴芳芳的女儿 我能接受吗 你看看你看看 她说着说着又绕回来了 我真拿你没办法 我真 你说这圆圆 这事咋办呢 我都要哭死了我 我把老家的猪都给卖了 就是陪她来北京 想让她给她找一个好婆子 可现在当好 她给我长得比啥都没有的 情厨子 还不如我们村儿的那虎子呢 人家好歹还有三天大瓦房 也不知道这圆圆咋想的 我的心血真的白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呢 躲不过 这个呀 就是命的 谁知道突然间冒个牛津水 依我看呢 你就顺其自然吧 你越是反对啊 他们两个越是跟你较劲 对对对 我早就说过了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 你看 现在有道理了吧 我咋顺其自然呢 那牛津水的家 比我们村儿还穷呢 隔我们老家还十万八千里的 你说我这好好日子不过 我卖了猪 我带着圆圆去那边缘山沟里去过呀 我这上辈子也不遭了什么孽了 我谈这些事 要不 你再劝劝试试吧 不过呢 别把话说得那么狠 你得向我学学 多多就是个例子 我越是把多多管得严呢 那多多越是跟我叛逆 而且啊 还要放宽心 说不定像我们家似的 牛津水不请自走了 你坐啊 我开门 今天怎么搞的 爹爹 媛媛 达达达达 你妈带着 妈 妈 我都知道你在这儿呢 你来干啥 又来替我 对 顺便来拿户口本 你说啥 你说啥 你要户口本 对 我要和金水哥去领证 你干脆把那大瓦房送给她得了 只要她敢来我家 我就敢把大瓦房送给她 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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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个不孝的丫头你 你要气死我呀你 以后没有你这闺女 看 打死我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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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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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 能不能给多多一次机会 给她机会 我为什么要给钱多多机会啊 毕竟多多是我选择的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飞儿 妈妈不是不同情达理 也不是不了解你的感受 可是你说 我们现在和田家闹到这个地步 为了钱多多 你觉得值得吗 飞儿 我们有的时候做事情啊 你明明知道前面困难重重 你还非要尝试失败 这叫愚昧 我告诉你 我的态度非常坚决 这个家有钱多多没我 有我就没有钱多多 愚昧 你怎么那么宁呢 你干嘛这个时候跟你妈过不去呀 看把你妈都给气晕了 我也不想把她气晕啊 谁让她自己跑两圈讨不动就晕了 干嘛 我妈她不懂我 我跟她说啥她也听不明白 干嘛你知道吗 我就是想吧 我跟金水哥把证领了 等生命煮成熟饭了 她就没法再搅和我们了 所以我才跟她要互口本的 远远 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甭说你妈了 我听了都气呀 你是啥气呀 又不是多多姐要嫁给牛筋水 再说了 我俩认识挺长时间的了 我了解她 牛筋水这个人实诚 好 这辈子我就非牛筋水不嫁了 你个傻丫头 你 你怎么也是一根筋呢 你说那个牛筋水有什么呀 那家里条件还不如你们家呢 你说你要跟她结了婚了 你就得去那小山村 那你说你妈妈这么多年养你 那心血都白费了 小山村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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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你咋那么失利呢 现在都流行农村包围城市 你明白呗 我爸爸的家回小山村呢 总比在城里待着好 压力这么大 再说了 我们家牛筋水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可是她能干有本事 将来搞不好就是一个大人物 我妈跟着我将来肯定想服 你家牛筋水那绝对是潜力股 那牛筋水哪里是潜力股啊 你说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 有工作的 急急上进的小伙子呀 你咋知道她没工作呢 你咋知道她不上进呢 你咋知道她就成不了潜力股呢 干嘛 我正式地告诉你 牛筋水那是合同工 他是营养师 高级的 明白吗 爸 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还记得我刚教你学写字的时候 说过的什么话吗 记得 心无杂念 把心情放松下来 就可以写出一首好字了 这人哪 总有一个习惯 刚刚学习楷书 就开始练习行书草书了 觉得这样写起来简单洒脱 随心所欲了 甚至认为写得越怪 越没有章法 就越有个性 可你们往往是毛躁冲动的 以为做什么 都像那么回事了 就容易得意忘形 一意孤行下去 可实际上 早就乱了章吧 爸爸 虽然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我到底在做什么 但田惠子的事情我没有想到 我真的没有想到 田惠子会那么走 不过人哪 我犯错误的时候 只要你及时地发现 及时地补救 把心静下来 下一笔的走势啊 就会在你的笔尖浮现出来 好 爸爸 我记住了 以后我一定会三思而行 人们常说 找到了另一万 就找到了可以停播的港湾 可在这个世界上 哪有一个地方 是真的没有风浪的呢 今夜 韩依依喝醉了 为了找到工作 她四处陪着笑脸 当闻讯赶来的牛震生 将韩依依抱进车里的时候 她终于明白 牛震生所说的现实世界 是个什么样的 这怎么了 我打你电话 你给我怀着 我给你打电话 你接了吗 我跟人听不得上 你在哪呢 永远都是这样 去爱你的时候 就找不上人了 你是跟谁喝成这样的 我为什么喝成这样 你别管 念明事你给我记住了 我喝这么多酒 就是为了多赚点钱 让你开心 要马上说两句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先跟你打电话 说什么呢 你说你嫁了人的姑娘 喝成这样 万一三个喝的乱醉 不是你成何地图 你 你怎么就多挣钱了 还嫌明事不高兴嫌我罢多 你跟我说清楚 你这就要多挣出呢 行 行 行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我明天酒醒了就好了 快点休息休息 先别叫救我 天哪 看她成什么样的气呢 赶紧带她走啊 我一分钟也不想赶紧呢 别让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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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来 你给我回去 我 你还追着干什么 人家都不想看见你 我能不管她们的喝点钱 她去哪儿去哪儿去 你管她去哪儿呢 人家自有地方去 不用你管 都跟她前夫离婚了 还够够答答的喝成这样 像什么话呀 哪像咱们家的媳妇 都是你好心眼 哼 我看哪 你们俩这婚礼 也是早晚的事 不行啊 就离了算了 这成何体统 万一三哥哥哥成这样 最好想想 你俩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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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你赶紧去看看多多吧 多多怎么了 多多在新加坡出事了 他根本就没有去新加坡 他摆地摊卖衣服呢 没事 那你赶紧大我去大我去 走走走 用马文的话说 钱多多在摆地摊卖衣服 从钱多多的角度来说呢 自己呢是在干事业 在搞服装设计 在为将来开店做准备 不过不管怎么样 在吴刚刚的眼中看来 自己的女儿是彻底的堕落 我解释什么呀 妈 你 妈 您能不能听我解释 我急 行行行 钱多多啊 告诉你 从你以后你说什么 我都相信了 你啊也不用跟我解释了 我走 我立马就走 我回杭州 你啊 你的事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你好自为之吧 妈 您听我跟你说嘛 那圆圆说话靠谱吧 那满嘴跑火车 天摇加醋的 我那天就让她回来 帮我拿件外套 那谁知道她说成什么去了 那她的话您能信吗 嗯 妈 您想想 那天我跟你说新加坡的事 那天我就做这个沙发 是不是 您记得吗 您当时没让我去 我立刻就跟公司说了 我一生气还交了辞职气 那不信 你可以去我们人事部问去 嗯 妈 你别松心了啊 别松心了嘛 去 那一大笔小子 好 我再相信你一回 既然说圆圆说好蒙我 那我问问你 你这些天 没去新加坡都住哪儿了 我在外边租了个房子 租个房子 那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过 我想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嘛 我就租了一个房子 可是那房子呢 是用来做工作室的 不是用来住的 嗯 这个倒是可以 但是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也不许你出去摆摊 绝不摆摊 绝不摆摊 妈是这样的 您听我说嘛 我 我在外边住呢 嗯 有两个原因 一 我一定要静下心来 静下心来 才能做得出好的设计 是不是 二 那许飞她妈没事就来咱们家闹 我要是搬走了 她就没理由来了 您跟我爸还能过几天安生日子 是不是 哼 你还知道 让我们过几天安静日子呀 妈 不生气了啊 哎 朵朵 妈我问你 你租的房子在哪儿啊 那个房子 哎呀 妈是这样的 我不刚创业嘛 我手里没什么钱 我就租了一个特别小的房子 而且特别偏僻 在郊区呢 我都没脸带你们去 等以后我有钱了 我做一个棋牌的大工作室 我再带你们去参观啊 哎呦 对了 几点了呀 表呢 哎呀 哎呀 妈我都跟人约了事晚了 我先走了啊妈 什么事回来得说 别生气了啊妈 别生气了啊 等等 哎呀 周房子 老童俨 没了 好好好 烈啊 请进 木槿先生呢 � Bye. 坐 这是我的离职申请表 麻烦您签个字 陈多多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 公司规定 提出辞职申请后的一个月内 可以离职 所有的交接工作我都已经做完了 希望你不要连扬我 我没有想象的是 你居然为了许飞 可以放弃你一直坚守的誓言 我为你感到惋惜 听错了 首先呢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许飞 其次 我觉得只有离开公司 我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管你怎么维护她 我觉得都是她把你前途毁了 麻烦您帮我把字签了吧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我们将来还是好朋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田小姐 真巧呀 这种巧合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这是您在公司最后一次见到我 我希望田小姐以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拜拜 哎 我有话跟你说呢 你看我让我开心心的 进来 几位 我想跟你谈一谈关于钱多多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跟你谈 关于钱多多的事情呢 钱多多是设计部的人 我是设计部总监 他的事情怎么就不能由我来管 我好像没义务回答你了 如果想留住多多 应该跟人事部的卡罗斯谈的 你为什么来找我谈呢 那你就告诉我 他离开 是不是因为你的原因 我很爱多多 但我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事 我非常尊重他 别把话说这么好听 他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 他不是因为你他干嘛要走 我能说的都已经跟你说了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好 就算你没有明说 那你就没有暗示过他 你没有暗示过他 因为他的存在 你会受到影响 因为他的存在 你会很麻烦 马文先生 如果你不谈工作的事情 就请你出去 别呀 干嘛 收不过我就赶快走啊 许佩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你要是个男人 你要真是为他好 我觉得应该走的 是你 是你 老花 干什么呀 小点事 你们俩就这么敢做着呀 冷战不是办法 拿着这个 给她玩花花和气氛 一会儿啊 你们好好能够啊 行了 行了你啊 你在这儿躲半个小时了 你你给我出去出去 你先出去 好好好 来 用了喝不许急啊 行行行行 逗逗呀 天外边这么热啊 爸爸知道就渴了 来来来 吃个水果忙我大半天了 我知道我知道 爸 妈 其实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你知道什么呀 你这孩子 什么都不懂 方方 既然你们都看见了 我也不想瞒了 咱们就好好聊聊吧 我也想跟你们说说 我今后的想法和打算 其实这些天我除了跟媛媛 倒腾这些服装之外 我也想了很多 在微博上 我也遇到了许多以前的老同学 有两个同学 已经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 你们也知道 以前在班里 不只是班里 在学校里我都算是最优秀的 我设计出的作品很多人都喜欢 可是为什么今天我混到这一步呢 我知道我有一份别人都羡慕的工作 有房有车 穿得光鲜亮丽的高收入 可是这不是一个设计师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这些年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别人的公司去了 我换来的仅是一份舒适的生活 这有什么用呢 我有梦想 我也想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您知道吗 这些年我失去了很多 我渐渐地失去了自我 我年轻时的那种激情 那种冲动我都没有了 我不想这样 我想改变自己 我也想创立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 我也想找到年轻时的那种冲动和激情 我也想要是 行了 你一点声我头我点头 钱豆豆 你说说 你怎么 你怎么一天一个说法 在杭州的时候 你说你热爱你的工作 非得回来上班 我服软了 对不对 你现在又告诉我 你又不热爱你的工作了 你要自己创业 行 我和你爸爸配合你 这也就算了 可 可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商量吧 你每回怎么都是先斩后奏呢 我没有 我 就怕你说我吗 你说的那些话 我都听明白了 我理解 真的 你说的那些话呢 我给你一个注解 你说你 现在找不到冲动 找不到激情 那是因为现在 你身边有一个冲动型激情型的男人 许飞 你被他忽悠了 什么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吗 妈妈我看得最明白 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工作 是感情 你 你是走火入魔了 你明白吗 没有妈 我真的想得很清楚了 而且我今天想法我再 我才遇到许飞前我就有了 那好 你不是要创业吗 那杭州不能创业吗 那杭州是什么 那清访业发达 服装直都啊 那总比你在北京创业强吧 你说在北京 找工作找不着 房子又太贵 结婚又结不成 这么大个北京市全都在这创业 你说说你 你一个孤身女孩 你能竞争过他们吗 我算是看出来 在北京 创业创到最后 累个半死不说 买个菜都嫌贵 那得不偿失啊 多多 你要创业 妈妈不拦着你 但我还是那句话 回杭州 好 许总监 卡罗斯先生找你 好的 我知道了 许总监 是的 许总监 请坐 有两个事件 我想谈到你 第一个事件 最重要 最重要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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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非常恐惧 卡罗斯 什么意思 我许总监 我许总监 提醒你 天慧子是 山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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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影响 在这个业务 是的 我知道 所以 什么事 会发生 什么事 这事件 一定有这样吗 心情慢走过吗 可能 我也就成了学生 没有吧 你说我时间就会 重担你其回忆 到底 你想说的和享有的什么 你有爱过吧吗 讲的真心过吗 哪怕所以去忘年就该可以吧 除了那句话 除了放松那句话 什么坏的姓名 除了那句话 你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是相信你会 接受 你都爱在战斗 你却不想再抬头 你都爱是会接受 要定就这样吗 别让我去相信 放手 我只相信 因为 牵着手 你都爱在战斗 你却不想再抬头 为什么 不敢相信 敢相信真的 要放手 我只相信你会 接受 你的泪在战斗 你真的没有陪我走 我们 一定就这样吗 一定就这样吗 你都爱是吧 我怕你 却不敢相信 你都爱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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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爱在战斗